娱乐第一眼 这婚纱不是首次穿 但是没有一次是属于自己的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遗憾 当时许多人不知道 那一晚洁白的婚纱下 北艳芳穿着纸尿裤 因为腹水 肿胀 血尿不止 他要时刻穿着 然而即便走到生命的尽头 他还是坚持举办演唱会 来与这个世界体面的做个告别 45天后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只留下了七个字 别哭 别叫我名字 随后他扫了在场所有人一眼 面带笑容 离开了人世 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但转眼之间 梅姑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 可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她在我们心中啊 永远占据着一个无人替代的角落 这方角落或关于环旧 或关于音乐 亦或是关于她的坎坷 坚韧与狭 而你会发现 你越了解梅艳芳 就会越爱她 1963年10月10号 梅艳芳出生在香港旺角 一普通的家庭 童年时 她过得并不快乐 甚至呢 可以说是很悲苦 父亲一年早逝 母亲独自拉扯兄弟四人 日子过得异常艰辛 身为家里的老妖 本该得到母亲更多的爱 但她呢 却是最缺爱的 众男情女的母亲不但将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两个儿子 甚至把梅艳芳作为赚钱的工具 年仅四岁的梅艳芳 不得不和姐姐梅艾芳 进离园卖场 只为了供养两个哥哥读书 谁也没想到 她拿起麦克风 从此便于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那个歌女不被尊重的年代 年幼的梅艳芳和姐姐受见领班和老板的欺负 过早尝尽了事态言聊 即便如此 倔强的她从未觉得卖唱是件丢脸的事 相反 她觉得能让家人因此过得好些 再苦也值得 一家人的吃喝开销 家里兄弟的学费 以及母亲的赌资 这些灵灵种种都是年幼的梅艳芳 歌喉当中扣出来的 人生无人可以依靠 她早早的就学会了将软弱隐藏 独自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暴击 1982年 梅艳芳凭借一首《疯的季节》一炮而红 此后她又是唱歌又是拍戏 忠诚香港娱乐圈一代天后 都说人生如戏 舞台有多风光 梅艳芳的生活却有多心酸了 成名后的她换来的不是家人的祝福 而是变本加厉的压榨 母亲豪赌 哥哥好吃懒做 挥金如土 没有钱就找梅艳芳伸手拿 一次就要她掏出200万投资自己做生意 在当时的香港 一个普通人工资才2000块 200万购买四套房子 可怜梅艳芳演出费上一分钟到手 下一分钟就要拿去给哥哥还债了 刘培基在自传《举头望明月》里这样写道 踏入午夜零点 28场演唱会结束 圈内外的朋友挤满了化妆间门外 等候她们的眉衣 眉姐换上衣服去庆功 华欣交给我一张支票 那个是梅艳芳演唱会的尾数 当支票交到她手上 她望着我 豆淡的眼泪滚流而下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 你不知道今晚外面有人追债吗 即便梅艳芳谢氏以后 好赌的母亲与懒惰的大哥 为了她的巨额遗产 竟然打了近十年的官司 昔日的风光 被这个无情的骨肉亲情所思的粉碎 留给世人的 是一地鸡毛和铲鱼饭后的谈资 她是一代人眼中的明邻 却从来不曾感受过普通人家的温暖 所有人只关心她飞得高不高 没有人心疼她 非得有多累 缺爱的童年 让梅艳芳一生想被人爱 所以特别知道如何爱人 不幸的童年造就了梅艳芳 狭肝易胆 豪爽的个性 也让她在娱乐圈拥有好人缘 提到梅姑的友情 就一定绕不开哥哥张国荣 梅艳芳和张国荣 同属于华星唱片公司 两人曾多次合作出演缘分 偶然 胭脂扣等电影作品 被影视界捧为最经典荧幕情侣 1985年张国荣一生中第一场演唱会 力邀梅艳芳出席 他们一起合唱的缘分更是传唱至今 也许我们曾为他俩的40岁之约而为之感动 但那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当时是TVB为梅艳芳举办的庆生会 众好友出镜录制 镜头里哥哥先是祝福阿梅早日找到另一半 然后便说 记得你曾问我 如果我当40岁还没有嫁出去 你就娶我好吗 我可不希望真的有那么一天呢 他们就像兄妹一样彼此让对方安心 2002年梅艳芳举办的20周年梦幻演唱会 当时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哥哥 为了让梅艳芳安心 接受了梅姑的邀请 他俩事先没有任何的彩排 却依然配合得天衣无缝 舞台上的《芳华绝代》成为合唱的经典曲目 这也是哥哥最后一次登台演出 哥哥张国荣以自己的方式 给予妹妹独有的宠爱 而与我站的娱乐圈人都博上位 梅艳芳却一直保持着纯真的态度 对同行没有任何故意 而她的仗义付出也令她收获了真正的友谊 裸照风暴中 梅艳芳第一时间站出来 替刘嘉玲出头 只要梅姑在 她一定不会让刘嘉玲受欺负 也难怪赵曼玉坦言 在娱乐圈她最喜欢梅艳芳了 不仅仅对朋友有求必应 对后辈也更是照顾邮嘉 许志安 曹蒙等 都是她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陈奕迅和郭福成等人 也受过梅姑的帮助 记得曹蒙刚刚出道时 因为没钱买不起演出服 梅艳芳便带着他们去买衣服 还教他们怎么才能适应演艺圈 正是梅姑仗义的出手相助 才有了今天的曹蒙 梅姑的生日会 成龙大哥每年都会到场 谢霆锋更是她疼爱的弟弟 以至于后来梅姑生病后 谢霆锋推掉所有工作来陪她 而林明三年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 她号召香港演艺界举办1比99演唱会 抗击非典 赵文卓回忆起梅姐最后一场演唱会时说 其实我能感受到演唱会上 她腿已经抖得很厉害了 但是她一直在坚持 她比谁都懂得如何去爱人 却唯独忽略了自己 纵使事业上光芒万丈的梅姑 对于爱情的要求却是如此的简单 一个扳手偕老的爱人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再有两个属于她俩的孩子 如此而已 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要求 却成为了梅姑终身的遗憾 1995年 一段姐弟恋将32岁的梅艳芳 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同年赵文卓被香港导演原魁选中 在其导演的电影里 与李连杰配戏 出道香港的赵文卓 在张国荣的牵线下 认识了当时已经红透半边天的梅艳芳 也许是初来乍到 也许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她才毫无顾忌地向梅艳芳表达了爱慕之心 谁也没有想到 两人的这段感情 梅艳芳差点发展成了赵太太 然而梅艳芳与赵文卓相差9岁的姐弟恋 一经媒体曝光圈内好友 乃至媒体大众都纷纷议论 有人说赵文卓想借梅艳芳之谜出位 吃软饭 有人说梅艳芳私生活不检点 玩弄感情 这一切对于深境百战的梅艳芳来说 司空见惯 但是对于出色娱乐圈的赵文卓来说 实在难以交诈 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 俩人恋情仅仅只是维持了一年 便已分手收场 而赵文卓也成了梅艳芳最后的恋人 分手的最初一段时间 赵文卓甚至拒绝提到梅艳芳的名字 就像仇人一样 而2002年赵文卓的这个bug呢 终于破了 当在酒席上被问及 是否有圈内人来电时 他主动说是梅艳芳 并坦言 他跟梅艳芳分手后 难过了很久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才主动跟梅艳芳解释清楚后 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赵文卓始终是梅艳芳生命中 留下遗憾最多的那个男人 也是他这辈子最想嫁的男人 只是当时两人都没有勇气重新开始 梅艳芳就这样 与自己深爱的男人差践而过 梅艳芳去世后 赵文卓现身殡仪馆 默默地隐藏在人群中 为阿梅献上的花篮上写着 此生至爱一路逃走 人生短短四十载 他对爱一往情深 却唯独他没有得到 而有些人 有些事错过便是一生 童年居爱的原生家庭 让梅艳芳将希望 寄托在爱情上 他渴望拥有一份纯真的爱 愿意为对方亲近所有 却发现没有一个人 肯为他停留 我是天称座 天生爱声招正义 我儿时的志愿就是当警察 梅艳芳在一次采访当中 如是说道 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的他 没当成警察 却当了歌手 但是这部并不影响他仗义 在娱乐圈为人出头的个性 他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大侠 只是他生错了时代